坤律 怎麼觀察大嫂黑大樹灘大辦案的年代 那個大嫂黑就先放下好了 因為那個案子有點怪怪的 這個林士捷的那個案子 那個槍我們看一眼 那個大概是Clock 那個系列的槍 但是他把車子開到海邊去 他是做統治還是顧不宜正 那個其實是問號 所以現在警方也在很頭痛 那個我們不變太多嘴 那鄭文燦這案子大家會討論 因為很簡單嘛 這個人實在太大咖了 很多人都認為說應該不會辦到他吧 那麼案子一出來以後 藍綠就一直在講 不是不是藍的 藍白就一直在講說 你這個是民進黨內鬥啊什麼東西 我們我們昨天就在有一個飯局就在聊天 就在聊的事情不會吧 那鄭文燦其實在今年1月13號之後 他就不重要啦 那他的政治前途其實已經在1月13號就沒有了 不是因為賴清德選上 而是他的桃園巴西靜默 你想想看趙天林在高雄還把黃捷拱上了 所以他自己受重傷對不對 可是他的條案還在 那他也把他拱上 可是你鄭文燦在桃園巴西靜默 你這在以後黨內還會有什麼前途 那其實他那個時候就沒有了 所以他那個時候其實應該也知道 所以他就去 然後就嚇他說他去乖乖去吃海底雞嘛 那就是去海雞會 然後然後就 這個 剛才韋航講的安全查核的事情 我們也有聽說過 既然你講了 其實所有的重要的政治人物 政治職位的任職 理論上都一定會有安全查核 一定有 安全查核的第一條就是你有沒有案子 或是偵辦中的案子 那這是因為你一上去就出事 那我是自己倒楣 沒有人會做這種事 第二個你有沒有什麼女人啊 有沒有不明的金錢來往啊 比如說你這個才當個一年官 一年薪水兩三百萬 結果突然你多了兩三千萬存款 那哪來的 那有不明財產的 不明來源的財產 這個就要查一查弄一弄了 那或者是這個人就要把它放到 比較次要的位置去 這個是所有的政務官 重要的政務官要任用的時候 他一定會經過了這個東西 這也沒有什麼好講 所以你從各種的狀況來講 賴清德根本就沒有必要去 鬥鄭文燦 他鄭文燦對於賴清德來說 不但不是威脅 如果收得好的話 他還是一個 假如沒有其他的問題 他收得好的話 他還可以贏得說 我黨內和諧的這種民生 所以他不會去故意鬥他 也沒有必要鬥他 賴清德下一次 如果有任何的狀況 那會接他班的是誰 會接他班是蕭美琴 那就跟那個拜登出狀況了以後 會接他的班就是賀錦麗 這個法律上面也好 聲望上面 政治上面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不會去鬥 這個鄭文燦 這個邏輯上也不太講得通 那鄭文燦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我們昨天來說笑話 大概好幾個月都不准吃三寶飯 因為三寶飯裡面有雞有鴨 還有不能碰到這兩樣東西 穿梭上不能看到雞鴨兩個字 然後這個事情呢 我覺得大家有講說 這個可能下一個 同樣不准訂三寶飯 還有民眾黨 那個柯文哲現在怕得要命 然後8月6號 那生日現在大家都已經傳開了 可是你比較一下 你看我們之前在講 柯文燦的案子的時候 各種的文件 公文 所有的東西其實都很清楚 那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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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什麼東西有什麼紀錄 什麼東西有什麼紀錄 可是鄭文燦的案子到現在為止 都監聽紀錄 那你還沒有看到公文 沒有看到任何爆料的東西 所以 所以院方就是 法院這一方面 他在昨天的裁定文書中間 其實有兩句話很堪玩味 第一個他說你證據不足 你只有 你只有這個證人 這個 的什麼監聽紀錄或是口供 這些東西 你沒有 試證 他說你缺乏實際的試證 也就是說你沒有什麼物證啊 或公文啊 或這些東西 然後你 弄進去以後 他只有 他其實那個寫法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就把鄭文燦壓起來 我怕你是變成壓人取貢 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 就是院方的說法 然後還有一句話 最後的一條 他講說 這個 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 考量被告他的 政 社經 政經地位 所以要 現在強制處分 應該 加這個交保金應該夠了 然後其他人 好 你就可以看到 我不管他對不對 現在對不對的大家自有公論 可是你就看到院方 法院方面他考量是什麼 他會考量你的這個人 他的社經地位是什麼 政經地位是什麼 然後呢 這個人 這個 有沒有壓人取貢的可能 你的檢方的市政到底夠不夠 你這兩個東西相對比的話 然後 這樣子的 裁定 把他壓起來 會不會出事 會不會有更大的麻煩 那其實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院方有院方的考量 而且律師有講過 那個律師都講說 全台灣各個地方 地院風格不一樣 有些地方 地院就非常喜歡壓人 有些地院就非常不喜歡壓人 比如說屏東有那個地院 大家是全台灣出名的 恐怖 那個周點論壓到現在半年還沒出來 好 那屏東地方都崩潰 我跟你講 我剛剛就講全台大書攤 現在就是全台比八字 對對對 看八字的硬度 對 要不要賭到誰 對 大家不要太鐵齒 對 然後 然後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好 你把這個邏輯在 我還是在強調幾件事情 然後昨天有講過 我再強調一次 第一個 賴清德的 這個調子是對的 第二個事情 藍白不要高興太早 下一個可能就輪到你們 他辦完了這麼大咖以後 再來辦其他的咖都不夠大 好 所以不會有什麼問題 第三個 你立法院的藍白 你要成立什麼調查委員會 要成立什麼聽證會 都不用了 現在大家 昨天的河道上面 就開始有鄉民就說 你看這個 司法獨立是對的啊 那檢調 法院 他自己就會辦案啊 那你開了半天什麼調查委員會 弄了半天聽證會 調查了半天 你最後還是辦不了人啊 頂多罰罰款 然後你最後辦出來什麼東西 你還是要送檢調啊 那有什麼讓 直接讓檢調辦就好 你立法權不要隨便去干涉司法權 但是我這邊也要提醒一件事情 所有歷朝歷代各個國家 都有人在搞樹灘這件事情 但是樹灘這件事情 一旦開始他就不能停止 而且他一定要絕對的公平 程序要合理 好 那麼有些東西輕輕重重 那個可以有正義 但是你如果停止下來 或是只訴其他人 不訴自己人 或只訴自己人 不訴其他人 那個不公平的狀況一出現了 那有的案子辦 有的案子不辦 那麼這個樹灘就開始破功 所以這件事情是一旦做下去 那你就不能停止的一個事情 你不能停止的時候 你才會變成一個你的名聲 才能夠贏得大家的信任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